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呼吸 在勾枝之前呢,我们可以拿出图解看一下勾枝的思路 方便有技术的朋友呢,能够进行快速的勾枝 首先呢,需要勾枝63针变次针 整个灰色的部分呢,为包底 63针变次针勾好之后呢,直接勾枝起立针 往返片枝一直勾枝到包底结束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呢,不断线 勾枝起立针围绕着整个包底 一圈一圈的一直勾枝到包身结束的地方 然后分别勾枝两条包带 包带也是往返勾枝 包带勾好之后,最后连接整个包包就完成了 好,我们直接进入到勾枝的部分 将线放在左手小拇指上方 顺时针绕过食指的后方拉下来 用大拇指和中指摁住线头 右手呢,用大拇指和食指列出把柄处 中指落在勾针勾枝的区域 好,第一步我们需要起一个线圈 勾针 挂线 带过这个线圈 起针我们就完成了 起针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调整好线圈的松紧 好,勾针 再挂线 带出线圈 这样呢,第一针变子针就固执好了 好,我们需要用接号扣 在第一针变子针的位置做成记号 勾置第二针变子针之前呢 可以用右手的中指按住勾针上的线圈 控制好线圈的松紧之后呢 再挂线 勾出 好,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好,一共勾置63针变子针 好 63针变子针针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最后这里 第六十三针变子针的针目上做成记号扣 做好记号扣之后呢 可以检查一下针数 好,接着我们勾置包底的第一行 首先需要勾三针变子针 作为第一行的起立针 这针起立针呢 也算作第一针长针 好,勾针挂线 再做记号扣的前面一针 入半针勾置一针长针 接着刮线 入下一个变子针的半针 勾置一针长针 接着勾置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好,第六针 好,加上起立针的这一针 一共是七针 接下来需要接一针变子针 为了针数一致呢 下方呢需要空一个变子针 在第二个变子针的针目这里 入半针勾置 长针 好,这样就形成一个小洞 这一针变子针之后呢 需要接七针长针 好,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好,还有最后一针 接着我们勾置一针变子针 下方空一个针目 接七针长针 七针长针勾好之后呢 勾一针变子针 下方同样空一个针目 接着勾置下一组的七针长针 好,接下来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七针长针 一针变子针 一直勾置到整行结束 调别碰到十一针 好,接下来就行 第二针目 就是了 好,接下来的针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七针长针的落针位置是在做记号扣的第一针编子针上面 好 这样呢我们包底第一行就固执完成了 制完之后呢可以量一下尺寸 长度在31厘米左右 好 我们接下来需要翻转支片 从右往左 勾至第二行 首先需要勾三针辫子针 这针起立针呢是算做第一针长针 好 我们要在第二个针目这里 入针勾至第二针长针 好 接着一次对应每个长针的针目 勾至一针长针 加上起立针的这一针呢 一共是七针长针 二 四 六 七 好 七针长针割好之后呢 需要勾一针辫子针 下方孔一针辫子针 在这里第一针 这里第二组的这里第一针长针的针目 这里入针勾至第二组的第一针长针 长针的针目是一对应的 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翻转支片 找到长针的针目再入针 这样就不会出错 第二行的勾至规律和第一行的勾至规律是一样的 都是七针长针 好 一针辫子针 只是正反的区别 好 这里我们第二组的 长针就够好了 够好之后呢 接一针辫子针 然后勾至第三组的七针长针 好 接一针辫子针 勾至第四组的七针长针 好 接一针辫子针勾至第五组的七针长针 好 一针辫子针之后 勾至第六组的七针长针 好 第七组 好 一针辫子针 好 一针辫子针之后 第八组 第二行最后一针长针的落针位置 是在第一行起立针这里 第三针变子针的这里半针 入针勾置最后一针长针 这一针不要漏掉了 这样的话我们第二行就勾置完成了 好翻转直片从右往左准备勾置第三行 首先还是勾三针变子针作为起立针 在上一圈第二针长针这个针目勾置第二针长针 加上起立针的这一针一共是七针长针 接一针变子针下方控一个变子针 在第二组七针长针的针目上 以此勾置七针长针 勾置的规律和第二行是一样的 这里呢就不多做讲解了 如果要拍资者,需要看这种针的针 跟回见的时候也有点重心 这个针长针的针 也有点重心 在来,我们欠在一旨的针 我们在一半针的针 我可以减理一下 只好发现 备一轮针针的针 在柠檬上 按照规律勾置到最后一组的七针长针 这里第七针长针同样也是在上一圈的 起立针的第三针变子针的地方入针 好 分准制片我们勾置第四行 首先需要勾置三针变子针作为起立针 这样算作第一针长针 然后勾置一针变子针下方需要空一个针目 在第三针这里 第三个针目也就是第三针长针的这个位置 勾置一针长针 好一针变子针下方空一个针目 勾置一针长针 好一针变子针下方再空一个针目 勾置一针长针 好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三个小洞 好一针变子针下方空一个针目 勾置一针长针 好一针变子针空一个针目 勾置一针长针 好第四行的规律就是 勾置一针长针一针变子针 一针长针一针变子针 一直勾置到整行结束 勾置一针变子针 后来说二针本来说二针了 好处一针 好 最后一组 一针变子针 好 最后一针长针是在起离针的第三针 变子针这里 入半针勾置最后一针长针 好 第四行就结束了 好 接下来的三行呢 就是重复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的勾置方法 我们可以拿出图解 看一下勾置规律 第四行 镂空的部分勾置好之后呢 好 第五行 第六行 第七行呢 的勾置方法和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的勾置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重复 勾置了一组 好 第五行 同样勾三针变子针 作为起离针 在下方这个小洞的位置呢 勾置第二针长针 好 在第三针 在第三针长针的针目上 勾置 这里 勾置第三针 好 下面小洞的地方勾置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好 第七针 和第一行的七针长针的勾置方法是一样的 然后一针变子针下方空一个针目 勾置七针长针 好 第三组七针长针 好 勾置的方法和第一行是一样的 一直勾置到这一行结束 好 最后这里呢 需要在镂空的部分勾一针长针 然后呢 再在 上一行 起立针 第三针 变子针的地方呢 勾置 一针长针 好 这样的话我们第五行就勾置好了 然后翻转支片 同样的规律 勾置第六行 我们下车针 然后再做一针 然后再做一针 下车针 再做一针 先进化 然后再做一针 颈子针 我们下车针 要是转针 到这针 三针 开车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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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针辫子针 然后再次穿入刚刚做几号扣的这里 第一针辫子针的地方勾置一针长针 好,接着勾置一针辫子针 下方需要空一个针目 好,再下一个针目勾置一针长针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针的位置 我们勾置了两针长针 好,然后在第三针长针的位置 勾置了一针长针 好,接着一针辫子针 然后一针长针 好,按照这样的规律 一直勾置到这一行结束 帧数是没有变化的 好,继续 那 із jakby,不行了 好,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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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针长针 好,有点好 所以,很多针矈的针长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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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了转角这个位置 我们要找到这里是 第一针是起立针 那么我们需要在 第三针辫子针的位置呢 需要入两次 勾置两针长针 好 找到第三针长针的位置 好 勾置一针长针 好 接着呢 就是一针长针 一针辫子针 一针长针这样子 按照这个规律 勾置完这一整行 到第一针长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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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